好 苗栗县在昨天也是不太平静 在中南正一所国小旁边 发生了当街斗殴冲突事件 初不了解是一名外送员 疑似跟民众发生了行车纠纷 双方一言不合之下大打出手 民众见状报警处理 两个人才信信然离开了现场 警方指出说双方都没有受伤 也没有提出告诉 但是事后还是会依照设委法进行争败 哎呦 好凶 光天化日之下街头上演全武航 目击民众吓坏了 身穿黑色上衣男子 与手摇引外送员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不但机车被推倒在地 黑衣男子更宛如老鹰抓小鸡一般 报警对方朝着他的背部和头部猛锤猛打 如果民众说当时还以为是行车纠纷 没想到竟变成肢体冲突 意外现场就在竹南镇一所国小旁 19号苗栗县许多国小都举办运动会 因此学校周边交通车流量多 一名开车男子疑似在停车过程当中 与外送饮料的店员产生口角 双方都不愿意退让才会引爆冲突 附近民众发现不敢贸然上前劝架 只能报警处理 他人有警察 没事啊 这个中间原因还是要问本人 警方到场后由于双方都没有受伤 也没有要提出告诉 因此各自离去 但冲突现场就在学校围墙外 当时有不少学生和家长目睹 当节斗殴 学生面前做了最坏的示范 记者张兴杰苗栗报道